美日联合施压亚太 中国海军在第一岛链外常态化部署 原标题 中国海军在第一岛链外的首次 日本防卫省23日发布消息称 海上自卫队近日在冲绳以南海域 与美国海军实施了联合战术训练 双方共计出动了五艘航母级别的主力战舰 有意协同展现对华威慑 该演习所在的冲绳以南海域有什么特殊 西方观察家敏锐的发现 这里是驻日美军在台海爆发战事 进行干涉的必经之路 英国媒体24日火上浇油 宣称在过去的半年内 解放军驱逐舰和护卫舰 已经在该海域实现了常态化部署 解放军此举代表着什么 对于美军而言 干涉台海战事时可能受到阻拦 对于台湾而言 更是后路被抄断了 英国金融时报1月24日爆料称 解放军舰艇当下正常态化 部署在日本和台湾中间的海域 解放军军舰每日都有巡航 报道援引台湾、日本和美国的有关官员的话称 最近6个月以来 解放军海军已在琉球群岛以南和以东的海域 轮换部署驱逐舰和导弹护卫舰 一名五角大楼官员表示 过去一年中 解放军海军增加了在日本、西南诸岛与台湾东北部海域的存在 解放军现在在该地区常态化部署有一艘军舰 通常还有另一艘军舰陪同巡航 这意味着中国海军首次实现 在第一岛链之外的常态化部署 报道称 北京认为 在第一岛链以外 海域自由行动是中国海军实力的关键象征 用中国军迷更熟悉的语言来说 这就是中国海军已经常态化 冲出第一岛链的封锁了 台湾和日本的防务专家认为 解放军海军的这些行动清楚表明 中国可能正在为未来台海战争中的各种情况进行演习 如果解放军对台湾发动攻击 可能包括袭击台湾东海岸的空军基地 并阻止从日本和关岛出发的美军协防台湾 通过在连接日本和台湾的这片关键海域的长期存在 解放军舰艇不但能熟悉这片海域的情况 还有望在台海冲突初期抢占先机 恶守这条距离台湾最近的驻日美军快速增援的通道 等到驻日本的美国第七舰队集结起来 清朝南下 恐怕他们所要面对的 就不只是一两艘中国驱逐舰或护卫舰了 也正是认识到这片海域的重要性 这两年来美日舰艇接连在此举行大规模演习 去年 美日英等三国出动四艘航母和转航母 在冲绳以南海域举行联合演习 如今美国和日本又故技重演 在这里摆出了美国海军卡尔文森号、林肯号航母 美国号、埃塞克斯号两栖攻击舰和日本日向号直升机母舰组成的大阵仗 显然解放军的部署已经刺痛了美国和日本 而对于台湾来说 解放军的这次部署就更要命了 长期以来 台军一直将台湾东部海岸当成解放军 无法攻击的安全后花园 而距离台湾最近的冲绳诸岛 更是在去年的汉光演习中 成为台湾空军战机遭到攻击时的紧急疏散地 金融时报也提到 去年11月 台军在台湾东部、日本与那国岛之间的海域 发现了两艘解放军071型船物登陆舰 这两艘大型登陆舰可以携带装甲车辆 直升机和气垫船 可能被用于攻击台湾空军重要的花莲空军基地 如今解放军海军在这片海域的出现 不但让后花园受到威胁 更是切断了台湾与冲绳的关键通道 台湾某些正要的逃跑后路也被抄了 这就太要命了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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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